北京的旅遊 北京的旅遊 薯條呢? 沒有買薯條 你看台東的文字 超毒的 我們到台東了 然後第一站就來我們每次來一定會吃的藍蜻蜓 它以那個炸物為主 然後我覺得炸雞很好吃 那超多人的 每一次來都這麼多人 我們現在來廷廷 每次來那個藍蜓都在哪裡吃 就是我們就是來吃一個回憶的味道 我們點了炸雞全餐 然後還有加點份訴求 這樣炸餐大概145 我們剛剛吃完藍蜻蜓 然後現在要去吃冰 我找了一間是有點類似 冰果市的正東山冰屋 然後我現在到了 讓我發現它沒開 如果有人下次來一台冬丸的話 你們可以來幫我吃看看 然後旁邊還有賣一個美國油條 好像就是類似營養三明治的東西 我們又來買炸雞了 這一間是在那個正氣路上面的阿虹炸雞 原因是呢 因為我們剛剛吃了藍蜻蜓 然後我就上網看的時候 就有看到有網友分享說 覺得那個藍蜻蜓是觀光客吃的 然後阿虹是在地裡吃的 而且普遍大家都覺得阿虹好吃很多 但是我們剛剛吃藍蜻蜓的時候 已經覺得很好吃了 然後想說已經這麼好吃了 阿虹更好吃 所以我們就特地過來 買一份試試這樣 它好像味道比較瘦 也是好吃的 但是 比我比較喜歡藍蜻蜓多一點 因為那個就是吃起來 很像小時候那種 古早味傳統的炸雞味道 你要吃看一下嗎 你先吃沒關係 你先吃沒關係 薯條呢 沒有賣薯條 喔沒有賣薯條 剛剛去買了那個阿虹炸雞 然後隔壁有一間那個 台東神農青草茶 也蠻多人在排的 然後我就也順便去買了 一杯無糖的茶花綠來喝 還蠻解渴的無糖綠茶 然後 剛剛阿虹的炸雞跟藍蜻蜓比較之下 我好像還是比較喜歡藍蜻蜓多一點 但是阿虹那邊有賣那個餐包 然後一份兩個20塊 我覺得餐包蠻好吃的 對 … 一遍 萍蜻草乾麵 meillä 左邊 左邊 挂 好 今天是我們在台東的第二天 然後我們現在在都立沙灘 現在是正中午超熱的 但人還是蠻多的 我剛剛又去馬利諾 然後買了一個麵包 雖然昨天我們應該市區的買了三個的小麵包組合 但是還是沒有我們以前吃的那個肉桂葡萄好吃 所以我們又跑來主板的總店買 推薦大家一定要買肉桂葡萄的口味 我們的第二天旅程今天要結束了 然後今天也是走一個很隨興的路線 因為台東太隨興了 很多我們想去的地方都無空或是沒開 所以我們就是走到哪玩到哪 然後邊走邊停這樣 剛好經過一個海邊就下來看西洋 好白 天見 你們看台東的蚊子 超堵的 我剛剛就是在那個海邊 站了一下 我說突變成這樣 然後腳也被叮得 真叫都 羊到快哭出來 《車道尼的買倉》 未見時決定 早安 我們今天早上是看日出 然後回來睡了一個回龍覺以後 現在起來吃民宿準備的早餐 然後因為我們連續住兩晚 所以他們很貼心的還要幫我們簡單的變換一下早餐的菜色 你不往前走走到上面啊 這已經比龍東好走很多了 所以我們要去吃飯 這裡的茶餐 我們要去吃飯 我們要來吃飯 那些菜餐 我們要來吃飯 我們要去吃飯 我們要去吃飯 然後我們要去吃飯 我们在家里的学校 你要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吗 好的阿姨 臭臭臭 貓咪熟喔